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西南宁地区的早稻终于迎来了收获计 它叫陆茴香 是南宁市上林县的水稻种植大户 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稻谷培育土专家 种植和管理着六千多亩水稻 王主夫 真啊 眼下正值当地早到抢收和晚到抢中的双抢季节 这让他格外忙碌 一定要抢在8月10号去擦碗田 要不然就没有收成 我们这片田你要收割 要收多久才收完 这片田多少亩啊 一百亿亩 这片大块也要两天哦 一百亿亩你要两天啊 不是你这个田小块嘛 不是大块大块的啊 所以一天半都可以 现在这田一只那么小的 一只一只割也要两天才割得完 前些天的阴雨造成用功其中 导致劳动力短缺 给今年的双强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 我们这边基本都是这种不规则的小地块 很多脚脚落落收割 是收不到 就是能够人工来收割 现在大忙的时候人手不够 我就得亲自上 要不然一块地起码浪费几十斤稻谷 陆茴乡有六个水稻种植基地 分散在四个乡镇六个村 它必须在十五天之内 完成所有地块的收割 灌水 坝田 插秧 和晾晒稻谷等一系列工作 时间相当紧迫 人手如何安排 时间如何调配 这都是不小的难题 神叔 过来 这块基地还要有多久才能收成完 今天可以玩 今天玩 明天的任务必须要把水放好 我们今年的早稻收成怎么样 11宝可能是800斤 你拉走了多少车的稻谷 9车 地里面没有收割的 大概还能收到多少车 这应该可以得40车点 总共13车 每一车就有8吨稻谷 你算一下小孙 13车是到多少吨出来 104 那除以172亩 一亩是过多少 1200 1200 那我估计的不对 对于每个基地的稻谷产量 鹿回乡都格外重视 每次询问完 还要亲自下到地里 属下碎利术验证 看到有农户专门跑来询问 自己团队培育的水道品种 鹿回乡非常高兴 热情的讲解起 这个水道品种的特点 因为我们已经认可了 所以我很兴奋 是用原来的谷种 研发出来的 这个新的水道品种 是鹿回乡团队 足足花了六年时间 在当地育种专家的帮助下 以当地传统品种 蝉鸣道为亲本 选育出来的 跟农户对比的话 它就是一定要喷农药 一定要撒除草剂 放发肥 它才能种植 我们是零发肥 不用 零农药也是不用的 除草剂也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达到了一个不减产 甚至比它们的产量还要高 上林县的水道种植历史 可以追溯到唐朝 梨树慎重 梁立丰楚 前里卧壤 凤素与蝉道奋夫 柯渝公园697年的 上林县唐碑 制成碑 和柯渝公园682年的 六合坚古大宅宋碑 就描绘了千百年前 上林道立丰硕的田园美景 上林当面有一千多年的 一个发展历史 上林独特一个水道品种 这个独特的水道品种 就是禅民道 也称禅道 是一种抗性好 紫带香气 口感软糯香甜的 鲜道品种 2012年 上林纳米 成为广西首个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的农产品 每家老人 用那种米来说的 那种米好吃的 吃到口感很远 非常香 非常非常的好吃 但是这个流传上千年 好种又好吃的水道品种 如今却很少有农民愿意种了 收成大概一抹四五百斤 甚至是比五百斤还要低一点的 所以农民就不愿意种了 引进的杂交道产量虽然高 但口感却不如缠名道 病虫害也相对较多 2005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晚上散步 看到农民在喷农药 我说阿姨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不用喷农药 她说我不喷农药 我就没有收成的 现在我们种的都是杂交道 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种的那个大谷 因为上年它是在广西最高的山 就是大明山脚下 它灌溉用水 都是大明山山床留下来的 这个水温的话你边低 这样的话你气温高水温低 这样就形成一个大树这样一个气 微气候 外来的病种对当地的气候不太适应 很容易诱发病种害 这样就打药就多了 因为它长得不好 你肯定要多吃肥 所以主动我在中文原来的不可以嘛 应该在中文原来的后来 后来后来在中文原来的 所以在中文原来的 小时候心里面就想着 我以后我一定不当农民 太累了 发誓不当农民的她 最终如愿考上了南宁地区的 一所师范学校 像爷爷一样成为了一名教师 也成为了全家人的骄傲 特别是我妈 走到村里面就会说 我小女儿是老师 终于有公司令了 包括我大哥 他就也说说 我小妹也有固定的收入 我们不用愁的了 所以家里面都很高兴 那么已经跳出农门的鹿茴香 为什么又会干起了农业 还自己选于稻种呢 2005年的暑假 有朋友在做房地产的就说 暑假没有什么事情来帮我们卖房子 当时我公司干五百多 他给我的基本公司已经是六百了 卖的一道房子 当时他还奖励我一百块钱 但是我在一个暑假 我就把六十道房全部卖出去 一下子就有六千块钱的收入 当时我心里面真的高兴看到那么多钱 尝到了挣钱的甜头 陆茴香一发不可收拾 他不顾母亲的反对 辞去做了十五年的教师工作 专心干起了房地产销售 这个老板赶紧我买房 那个老板也会来请我去买房 一直同时可以帮一个老板买房 2010年 我已经有几百万了 高兴死了 小爹比交赛 就在陆茴香沉浸在赚钱的喜悦中时 母亲的一场重病 却勾起了她埋在心底的 恢复缠名道的梦 2011年我记得我母亲心脏不好 在我们县医院想救医生就说 可能你妈妈过不了今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陆茴香打算放弃的时候 2014年 一次朋友聚会上 认识的育种专家黄日辉 让这件事有了转机 2014年 黄日辉 广西向州县民间水稻育种专家 曾担任过向州农科所所长 对本土传统品种情有独钟 早在1999年 就曾经利用传统品种 培育出我国第一个色香味俱全的红香米杂交道 红香优三号 有了育种专家的帮助 陆茴香的水稻育种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但是口感与产量的矛盾却一直难以突破 这产量跟品质是有矛盾的 一般高产品种的特征的话 一般的力型都比较大 而且它的质量淀粉都比较高 口感跟质量淀粉有关 质量淀粉超过20以上的 煮饭吃起来都是边境的 最佳质量淀粉的局域 基本上就应该是在14 15 16 它的口感是比较好的 这样的话这个产量就会低 要怎么样才能让产量和口感能够达到平衡呢 陆茴香沉下心来 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去寻找传统谷种 并跟随黄日辉学习品种选育技术 逐渐突破了传明到品质与产量的瓶颈 经过多数的试验观察 我们发现心理种在20个所有这样一个心理种范围 主要它的每税实力数达到250到300以上这样一个税率数 每某的有效税达到18万以上 它的产量就可以达到1000斤以上的水平 而结果它的品质达到最佳 19年下半年回乡山号研究出来 当时它审定过的时候我就开始种 种围来我都是叫老人来品尝的 十几个人 死下去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 你去哪里得这个种子 就是原来我们种的种子 我找为原来的这个品种的味道了 最给我兴奋的是县里面弄一种种子来车展的时候 得1000斤 六年的坚持 陆茴香他们终于培育出一种 不仅继承了传统禅明道 优秀生物抗性又能高产的水稻品种 他骄傲地将其定名为茴香三号 陆茴香自己也从水稻域中的小白 成长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 这个就是我们那么多年来收集的一起来的一个 我们道中的基建库 里面园里面的材料有13000多份 我们的品种就种那么多的材料里面培育出来的 它很适应这样一个当地这样一个介绍环境 但是非要少一点的话它可以长得很好 所以它长得健康 基本上它不打药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成本 而且我的劳力的投入也会相对减少 种子选育出来了 但是要被农民认可才有意义 2020年陆茴香在全县大量流转土地 进行茴香三号的示范种植 检验稻种在不同田间管理和土壤条件下的 适应性和风产性 今年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去年看到它那个谷种苗特别漂亮 后来就跟它要了一点回来试种 比我们原来种林那种省事多了 原来我们种林那些一年要吃肥两次 农药也是打两次农药 它又不用吃肥 不用撒农药 这个是最关键点 后来我们就引中了三维茅 樊心林是最早尝试种植茴香三号的重粮大户 有着几十年的种底经验 他仅仅种了两季 就被茴香三号优异的表现吸引了 市场有需求 再加上自己种了三年的四分田 产量和品质都十分稳定 农民也很欢迎 陆茴香感觉 大面积推广的时机成熟了 陆茴香首先选择了自己的家乡 云露村进行道种推广 事实上自从陆茴香从事农业以来 来自家庭的反对声音就一直存在 因为本来如果把农业当成一笔生意的话 他们就很难理解了 在家只好要报研究种子 那既然种子做出来 它又免费送给人家 所以我们就更难理解了 反正我们家里的意见是觉得 他做这些就是渊大头 陆茴香的母亲至今还在村中居住 他希望母亲能看到自己的成就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爸就病 我印象当中他是病了六年 特别是他死的那一年 是注冻我最深的是 他死了没有人埋 因为他死的时候 他的肚子是大的 人家人家的时候他是转眼病 所以他死到那一年 在医院 没有人敢去买 那时候我就 在我印象中 我再也不去依告任何人 我一定要依告我自己 童年的经历 造成了陆茴香今天 倔强执着的个性 对我也承认 我从家可能在那种环境下成长 才造成了我的性格就是怎么说呢 哪个讲话我都不听 我现在已经有种药 我一直在这边 所以我对我来说 我一直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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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性格的 我一直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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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声音 你现在要看它吗 你现在要看它吗 陆茴香淘米做饭的功夫 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村活动中心 不一会儿 米饭做好了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生日后 小 MI 亦不申论 保健康 排骨 适合 在哪里 快点 保健康 我们的适合 高典很多 高典很多 很快 但是我也是想去 我只是想想去 看到不得不得 我只是想去 找ран公司 我只是想想 那些人是想想 我多得是想想 那些人不是想想想 你只是想想想 我认识我 我认识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有种植基地的示范效应 陆回乡这轮的推广顺利了许多 很快各村反馈回来的异项种植母树 就超过了五万亩 村民们反应热烈 陆回乡反而有些焦虑了 明年如果要过大到应该有五万 我们基地的种植能预得出来吗 应该说要追够四万 目前我们只有到海南进房子了 那个费用增加吗 增加很多了 正常的增加成本是20块钱 那你就变成了23块钱 16万斤种 你成这个树 368万 那边的第四万一般最普通的第四万 都是要2500到3000 我们成功16万 最少不能少于600毛 368 单单主地就要28万 就是冬季一季而已 就一季就要3000 是 因为海南的值钱 值钱的地方就是冬季嘛 这个科学的东西刚开始我也不想到它花那么多钱 到后面想停的时候也停不下来了 我现在所有的钱都得完了 我现在最愁的是我去哪里找这笔时间 就在陆回乡发愁资金问题的时候 上林县政府得知了这个情况 及时伸出了援手 自领导 到我们县领导 都比较收拾这个宗业发展的要求 所以说我要跟陆总聊一下 把我们这个纳务 我们宗业资金的工作范围 把它提升更高 然后发展更快一点 8月晚到开始插秧 陆回乡赤脚走在田耿上 仔细检查着插秧的质量 茶漏不缺 传承了千年的和苗 正以新的形式 继续在这片古老的土地繁衍生息 为这里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富足 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